香港在运自广东的机支发现H7禽流感病毒株 今天开始铺杀了1万5千只机 并且暂停从大陆进口活禽21天 香港运户署人员从早上开始 就在长沙湾临时加禽批发市场 铺杀了大约1万5千只活禽 因为昨天从广东惠州进口香港的1200只活机检查 部分样本的H7写清测试和基因测试都是呈现阳性 由于几天前香港一名女性才被确诊感染H7N9禽流感 让港府不敢大意 在2014年最后一天大举铺杀活机